鸚鵡在寵物鳥界的價格高 在台灣的寵物界又特別受到歡迎 農委會公佈了歷年查獲走私動物的銷毀數量 其中又以鳥類最多 這些在台灣查契的非法走私鸚鵡 最後居然要面臨到安樂死的命運嗎? 防疫局局長杜文貞表示 依據動物傳染防治條例 為了防堵境外重大動物傳染病入侵 幾年來遭查契移送均進行人道處理 鳥類一共1395隻 狗一共16隻 貓一共15隻 其他的動物465隻 其中鳥類也包含了鸚鵡 鴿子 花眉鳥 綠袖眼 這些無辜被走私的鸚鵡 在一輩子幾乎都是受盡的折磨 被不停的在社會與商業上面操作以及利用 很難想像 這些我們平常捧在手心呵護的鸚鵡 竟然也有著這些遭遇 今天我們所要來講解的案件 就是來自於印尼的一起鸚鵡走私新聞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嗨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鸚鵡小木屋 我是Jack 鳥類的走私案件 一直以來就被以各種讓人看了目瞪口呆的方式 走私在各國之間 在走私的過程當中 要將鳥類的體積變到最小 才有辦法帶在身邊 而且不希望被其他人發現 當然千萬不可以發出聲音 以台灣野外常見可愛的鳥類綠袖眼來作為例子 有人曾經為了偷渡綠袖眼 把一隻一隻的綠袖眼用布料豎起來 縫合在庫館裡面 最後仍然因為奇怪的走路姿勢而讓人起疑 也被警方當場識破 但是 有些鸚鵡的體積比綠袖眼還要來的大了很多 那這些歹徒又是怎麼把他們藏起來的呢? 根據BBC在2020年11月20日的報導 檢警單位在印尼東部的巴布亞地區港口小鎮 所停靠的某一隻船隻當中 發現了數十隻的走私鸚鵡被裝在所謂的寶特瓶裡面 警方朱乃迪表示 工作人員一聽到有大箱子裡面好像傳來奇怪的聲音 才發現這個大箱子裡面竟然用著很多的寶特瓶固定著這些鸚鵡 而且它的數量更將近百隻 其中64隻的鸚鵡被發現的時候還是活著的 但是遺憾的是 這些被發現的寶特瓶當中 有十幾隻鸚鵡已經在當場不幸去世 為什麼這一起案件會發生呢? 雖然這是一項生態優勢 但這也同時造成了鳥類非凡貿易猖獗 這些鳥類也就是稀有的鸚鵡 他們時常被賣到國內的大型鳥類市場 或者是走私到其他國家 我們今天要講的鸚鵡是一種走私的西密鸚鵡 可能螢幕前面的觀眾不見得有見過 後來經過分析 這一次被查獲的這批鳥類被鑑定為是所謂的黑罐鸚鵡 所謂的黑罐鸚鵡在台灣又被稱為黑頭鷹女 是新幾內亞和西南太平洋附近島嶼的原生鸚鵡 也是印尼的保育類動物 這種鸚鵡是一種西密鸚鵡 而且它的色彩相當鮮艷 而且身體也相對的比較結實 目前被統計大約有七個牙種 幾乎所有牙種都擁有綠色翅膀 而且他們的頭、翅膀周圍身體部分的羽毛都是紅色的 而頭部的部分好像戴著一個黑色的帽子 因為飼養的人多 所以說在非法寵物走私貿易的市場上面非常的搶手 在台灣的寵物市場上面或者是鸚鵡農場也都能夠見到 體長大約30公分到33公分 在野外主要是棲息在海拔1000公尺左右的低地原始森林 以及森林邊緣的地區 而且他們通常是成對的出現 主要的飲食包括了花粉、花蜜、鮮花、水果以及昆蟲 人工繁殖的黑頂西密鸚鵡是非常好的寵物 有些人覺得他們的好奇心非常強 而且十分的活潑 說話的能力是在西密鸚當中算是比較好的品種 台灣常見的西密鸚鵡有幾個種類 最常見的是彩虹西密鸚鵡 而在彩虹西密鸚鵡其中也擁有著龐大的家族 大約有21個種類 像是所謂的澳洲彩虹西密鸚鵡啦 紅領西密鸚鵡也就是常常在講的鹿頂客 還有綠井西密鸚鵡也就是我們在講的青海等等 彩虹西密鸚鵡也是台灣目前很常見的西密鸚鵡種類 人工繁殖的西密鸚鵡他們乖巧活潑、顏色繽紛 所以說相當受到人家的喜愛 西密鸚跟其他鸚鵡的飼養方式很不太一樣 他們主要的區別是在飼料選擇上面 西密鸚鵡種類有很多種 大多也都非常的活潑可愛 除了彩虹西密鸚鵡系列 比較大一點點的紅色中型西密鸚鵡系列呢 也有非常多種 像是約瑟士西密鸚鵡 兩個翅膀的羽毛主要是以綠色為主 而在脖子到頭部的位置呢 羽毛全部都是紅色的 那紅色系列當然還有紅領西密鸚鵡啊 黃兜西密鸚鵡都是很常見的種類 今天我們講的黑頭遺女則是少了一些 這件走私的按鍵 到目前為止雖然解救了這幾隻西密鸚鵡 但是究竟是誰做了這件事情呢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逮捕到任何人 所以說鳥類相關人士就表示呢 如果要解決這個印度尼西亞鳥類走私方面 需要解決的是根本的問題 要找出真正幕後的黑手 因為這其實不是第一次在印尼發現 用寶特瓶走私鸚鵡的事件 就連有一種瀕臨絕種的鳥類 黃冠鳳頭鸚鵡也就是小葵花鳳頭鸚鵡呢 他也曾經被當地裝在寶特瓶裡面進行走私 這種小葵花鳳頭鸚鵡的頭上有黃色的羽毛非常的美麗 但是因為已經瀕臨絕種了 一直升價超過了3萬塊台幣以上 這些走私的鳥類在運送的過程當中 死亡率可是高達了40% 不過這些走私販還是為了利益停而走險 造成許多保育類的鸚鵡最後還是落入淒慘的處境 正所謂物以稀為貴 越稀有的東西價格越貴 這些保育類的鸚鵡正是因為這些原因 而又引了這些不肖的業者進行走私販售 我們若要避免這些遺憾的事情發生 在購買或者是選擇鸚鵡的時候 可以先上網查詢一下我們所關注我們所喜歡的鸚鵡種類 在世界上的保育程度是如何 如果在店面、寵物店看到很稀有的鸚鵡 建議還是要先做好功課 確認一下這種鸚鵡在台灣是否是真的可以合法的飼養 想要養鸚鵡需要具備哪一些條件 以免不小心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野生動物的痛苦之上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為各位帶來了印尼的鸚鵡走私案件 但是其實除了印尼之外 南美洲為了鸚鵡的利益與貿易所引發的流血衝突 我也聽說過不少 所以愛這些動物除了不要傷害牠們 在購買的時候也要了解來源 才不會無心之中對鸚鵡造成傷害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按讚並且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跟台灣鳥類有關的故事 也可以關注我的個人頻道喔 任何鸚鵡用品的相關需求 也歡迎大家到我們的蝦皮或者是官網逛逛 我是Jack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今天晚上好看 你 現在